狗汉奸 老子现在就毙了你 来祭奠那些死去壮定的在殿之灵 侯局长 李县长 这事还是我来吧 顾一星 李县长 李县长 这个労働省的照片を見ろ 这个勝利効果 你倆の足元で李县长を救出した 彼女 大佐 有事有事吗 大佐 嗯 真是彼女 君的侍赖 彼女是婚姻的婚姻 彼女的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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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田総長 那時他把手紙放在車上的座椅子 何故事 手紙失去了 中央整備校的手紙 我猜到 不可能 我猜到 我猜到日本了 我猜到這個手紙 我猜到多少錢 大佐 那些暴償令 李宗盛 李宗盛 他失去了 武藤君 今 君の家族 君の功縁を感じない 罪だけだ 申し訳ない 処分してください こんなの光日分子は 駐在地に隠されて 諸君 全然傷がなかった 軍法で承知されば 全員で 必ず天皇様に謝罪しろ だがこれが 何の意味もない 帝国の武士たちに 君たちの恥を 怒りになる 中国人の身体に 漏らしろ 君たちの軍刀で 奴らの首を切ろう 足も同い不毛 武藏の城壁が登る はい 君と仙芽 要沒有主心骨 跟剃頭鋪子 也沒什麼区別 孔雁 日本人急電 說 李三強を 往铁錘跑了 他鑽手勢的 怎麼讓他跑了呢 日本人說 是有人理音外合 把人給救走了 什麼大日本皇軍 占物不少 臭蛋 日本人還說 中華球也被李三強打死了 日本人提醒您 李三強已經拿到了 證明自己清白的證據 很快就管副院職了 董掌櫃的事 他們也知道了 這事他也不知道 日本人說了 李三強並沒有掌握 您跟皇軍合作的證據 您不必擔心 爹 那咱們的大燕和姻緣 全擺大燕 現在不是心疼錢的事 你保住咱們的命 你就不錯 對了 孔雁 日本人說 小姐找到了 小姐找到了 在什麼地方 他被編衣隊抓了雙釘 後來抖進了 日本人的運輸隊名 被發現了 那個李三強 就是被他和溫小姐叫做的 李先生 您看 這 門上的這個封條 都還沒撕呢 您家裡的東西 沒人動 希望我這無紗帽 再也沒人動了 誰要再動 我就弄死他 應該 應該 妍兒 把封條撕了 李先生 李太太 請 李先生 這同樣的錯誤 後莫又犯了一次 實在難以寬恕 我自行處分 蹲禁閉三天 我也認罷 我和侯局長一起蹲禁閉 算了 事不過三 再沒有下次了 多謝李縣長寬宏大量 不計前嫌 公公一定謹記前程之間 絕不再重討覆转 侯局長 儘快向省里發一個報告 還有 貼一個安民告示出去 就說我回來了 明天全體開一個會 好 我現在就去辦 侯局長 明天的會你和劉課長 就不用參加了 安排一下 儘快把那些壯丁的後事 給處理好 不管是本縣還是外縣 都要按照 鎮亡官兵的標準 發付許金 是 這個是那些壯丁的名單 明白了 那 那那我們先走了 好 好 電臺沒事 對了 你跟我們組織說一聲 就说你必须要把我留在你身边 不然你就撂挑子 你说了算 你同意了 你不赶我走了 不赶你走了 你就留下来做县长太太 你怎么想通的 那些精壮后生 都是为了保卫武则县留下来了 都是有爹娘的 凭什么你的命就比他们的金贵 不能留下来 对吧 我发现走了这一遭 你的觉悟提纲了 不走不知道 这一走我才发现 好多事没你还真不成 那是 除奸杀敌送情报 没我你行吗 这些都不算事 什么倒洗脚水洗衣服拖地啊 这些事没你 我真不知道该找谁了 武则县县长李三强 并无贩卖烟土之罪行 亦无通贡之嫌疑 实属日寇陷害 县李县长已官复原职 特发告示 李县长回来了 这两个冤枉了 太好了 这些是冤枉的意思 泰山 这些技术 并无贩卖 现在 只会有小的挫折 所以 我没有想到 什么都不得了 我没有悲惨 渡达君 我不是哭了 一敵的失敗是自信不足的 我可以想到李三昌的想法 他也不可以抵抗皇后的皇后 他也不来抵抗来 他也不来抵抗皇后 这些叡叱的中国人 他们有大大力的费息 他也不算参加 大佐 那些人是自私的為自己的犠牲 和帝國的武士同樣 死亡也有幸運 報告 大佐 司令部由來的電報 幾次開発的新武器 包協区域和敵区域的周り 交換我試過 我們這些新生兵器 那些人很棒 要把你放一塊 忘記了 二馬子真不讓人生氣 是啊 爹 你看那是什麼 你看 那什麼東西啊那是 走去看看 看 來 我得看看 爹 會不會有炸彈呢 炸彈那是大鐵傢伙 這掉地上就炸了 這哪能是炸彈呢 來 來 來 快快快 拿走 永兒 那華民村你給劉科長了嗎 給了呀 他正在核對護集信息呢 聽他說呀 有八個壯丁 登記的是咱武則縣城的護集 可是卻吵此人呀 那八個人是哥老輝的槍手 肯定查不到啊 你把那個撫恤金 交給李先生帶領 這李先生神童不小啊 居然能讓哥老輝的人冒死救他 咱要不要把這八個人查一下 查什麼查 別沒事找事啊 不管他們是什麼人 至少是中國人 是 舉動 什麼事 派入局調查的兄弟回來了 三營那些兵的護集啊 分佈在南江縣的四處 四個小村莊 但這四個莊子呀 被日本人給塗了 無法查證 一個火災也沒有 一個牲口都沒有 那就好了 那去做 查無時證說明有問題啊 你怎麼還說好呢 李縣長鬧出這麼大的動靜 你以為省裡邊不起疑心 為什麼不追求 還不是因為他通共查無時證 省裡的這幫官僚都怕擔責 嘉獎一個抗日英雄 比查出一個共黨內奸要勝心 國共化干戈為玉博 接得很血 可這軍統啊 一直要抓李縣長的小辮子 咱們就這麼放過了 李縣長現在是抗日英雄 軍土要有確鑿或者板上釘釘的 證據才敢抓他 這學生 不得上街又行啊 現在誰破壞統一戰線 那就是民族的公敵 戴老闆也不敢報天下之大不為 擔任這個賣國賊的罪名啊 那這李縣長 咱們是查呢 還是不查 咱跟著上班實驗 正義實驗 閉義實驗 這把李縣長給查辦了 這縣城裡邊 不得鬧成一鍋粥 想喝這鍋粥的 是日本人 這次營救行動 我們犧牲了八名同志 再加上 被鬼子殺害的那二十個名壯丁 代價巨大呀 老宋 有件事 我得向你坦白 我這次是私自回來的 並沒有經過組織的同意 我請求處分 這是你的槍 還給你 這件事情啊 我要同志都知道了 也向沈公偉做了匯報 你呀 再聲稱不安心工作 我確定把你調回李三經身旁 上期也同意了 真的 君中無邪 老宋 烏鴉不是跟咱們 失去聯絡了嗎 怎麼又突然出現了 這我也不太清楚 我也是剛剛才接到烏鴉的 聯絡愛號的 老宋 對下一步工作 烏鴉有什麼指示 暫時還沒有什麼 不過 我對王巧姑 倒是有指示 什麼指示 烏鴉說 把你調回到李三江身旁 你必須服從她的安排 在生活上要照顧她 不許給她耍脾氣 還有 她兩次給你下藥的事 不許再提了 那也是對你好 這烏鴉 她怎麼什麼都知道啊 謝謝 姐 這兩天武則縣衙門都快成戲牌子了 李縣長是一會兒唱紅臉 一會兒唱白臉 弄得我都分不清 誰真誰假誰是誰了 這回啊 她唱的是滿江紅 忍辱負重金鐘報國 絕對的大英雄 英雄好 百姓知福啊 李太太不是回省城安胎去了嗎 怎麼又跟著英雄回來了呢 李太太流產了 聽說啊 是被李縣長的事給急的 我看啊 是讓她給折騰的 這個娘們兒 上蹿下跳 無槍弄棒 哪有個女人的樣子 女人呢 就應該文文靜靜 在家 踏踏實實地相扶交責 爹 你是在說我吧 我還真是要說說你 你說你這個事弄得 可把我給擊壞了 派自衛隊滿城的找你啊 你要真有個三長兩短 我怎麼跟你死去的娘交代呀 你還不都怪你 要是你不把我嫁給那什麼馬力水 我能被便衣隊抓走嗎 你要不整天在外邊瘋跑 鬼混 我能急著把你嫁出去 我怎麼瘋跑了 我怎麼鬼混了 我每天幹的都是 抗日救國的正事 我堂堂正正 光明磊落 你就一秘書 在縣政府抄抄寫寫 發發公文 這可以 打打殺殺就不要去了 抗日 喊喊口號行 你真要去當炮灰送死 那就是啥 我就算當了抗日的炮灰 我也不要當日本人的奴才 幾十萬國軍 都被打得丟虧卸甲 你以為你行啊 你是花木蘭哪 告訴你 日本人不好惹 日本人不好惹 中國人更不好惹 誰惹誰倒霉 老胡啊 上次你那隻雞 真是比黃金還貴啊 哎呦 這事啊您可別說出去 要讓別人聽到了 會說我再巴結您呢 不會說出去 哎 你是怎麼想到 往基里面塞支槍呢 我就知道 您是被冤枉的 怕路上有人加害您 我呀 就想幫您一把 費心了 行 這情啊我記著 您快別這麼說 平安無事就好 那我先走了 好 好 有沒有覺得老胡怪怪的 怎麼怪了 說不上來 就覺得不太對勁 你別一神一鬼 人家是火服能幹什麼呀 今天見著你們組織了嗎 見到了 正好 我還有個好消息 要告訴你呢 什麼好消息啊 烏鴉也同意我留下來了 所以 我就可以賴著不走了 這麼爽快就同意你留下來了 這我還能騙你 是上級親口告訴我的 哦 哦對了 那個烏鴉 他怎麼什麼都知道啊 連你給我下藥都知道的 一清二楚 我哪知道啊 你去問他呀 哎呀我哪見得到他呀 都是你單線跟他聯絡 哎 你見過他嗎 見過他嗎 他長什麼樣 就長我這樣 你別逗了 人家是特派員 是老革命 誰說老革命不能長成我這樣啊 我長得很猥瑣嗎 現在好多了 以前吧 以前怎麼了 也像幹革命的 不過前面 得加個反字 你敢說我像反革命 是不是 最近保安團的情況怎麼樣呢 情況不錯 情況不錯啊 那個三贏的訓練 現在已經超過一二了 那個鄧春生 帶兵很賣力氣 可能是因為一心想報仇吧 畢竟他們的家人 都是鬼的殺的 最近保安團要是有什麼反常情況 你不要生長 先下午回報 你現在還懷疑李先生嗎 我也不知道這算不算懷疑 我覺得他像一個謎 身上有太多的東西 讓我覺得好奇 我就想弄個明白而已 太老闆說過 一個優秀的特工 都喜歡能激起他好奇心的謎 不僅僅是特工 女人也一樣啊 你這兒賺了半天了 都給我賺暈了 你算出來嗎 你算出來嗎 你這兒賺了半天了 你算出來嗎 去去去去 算出來了 您家公子啊 您家公子啊 在那邊過得挺好 閻王爺說他 他在楊氏當國縣長 那是天上的文屈星下凡 至少會位列先般啊 所以就讓他 在閻羅殿裡做了一名判官 等到這功德圓滿 就能升上天庭 他什麼時候能夠功德圓滿呢 那就得做法師 這法師做得越大越排長 公子就能早日升上天庭 行了 做法師要多少錢 這少說也得三百塊大洋啊 什麼 三百大洋 不貴 夠開一個藥鋪的了 還不貴 這俗話說 有錢能使鬼推磨 這陰間的規矩 跟陽氏也是一樣的 這閻王爺也是需要大法的 老爺老爺 老爺大喜事 混蛋 少爺頭七還沒過呢 哪兒來的喜事 老爺您自己看 我 這 這 這是真的呀 東梅啊 把我眼鏡拿來我要仔細看看 老爺你看 您把你高興的 嗯 眼鏡已經戴在眼鏡上了 我這真是騎著驢找驢了 我說李掌櫃啊 你要是顯三百塊大洋櫃的話 那二百五十也行啊 不能再少了 少了這工子就不能上天庭了 孫 你自個上天吧 這 這是為何呀 牛鼻子 你這個騙子 你給我滾出去 來人哪 來人哪 你來人哪 你來我行不行 我滾出去 老爺咱們少爺服他命的 咱們李家的香火又能旺盛起來了 是是是 這是 這是真的呀 你們還記著這些笑袋子幹什麼 都擠下來 你也擠下來 我兒子沒死 我兒子沒死啊 省政府來電 立刻撤銷對武則縣長李三強 還有王鐵錘衛廠裡的拘捕令 三位同志官赴原職 同時在營救李縣長 捕殺漢奸中阿九的行動中 立下漢馬功勞的孔文秀同志通令嘉獎 好 李縣長陳元昭雪 孔秘書虎口拖鞋 實乃縣政府一大姓氏呀 你們知道 我是怎麼逃回來的嗎 聽說了 就你的不止孔秘書 何孟小姐 那二十多名壯丁的應用事蹟 讓我們很感動 這些壯丁們的一舉 會被寫進歷史的 二十多好人呢 鬼子拿他們 就像是一群雞 一把草一樣 想殺就殺 想瘦就瘦 眼都不眨一下 小鬼子喪盡天良 老天爺一定會收拾他們 別指望老天爺了 鬼子殺人放火的時候 老天爺管了嗎 咱們得靠自己 知道狼為什麼吃羊嗎 因為狼吃肉 牙口好 羊是吃草的 所以no 咱們不能做羊 咱們得做狼 咱們要跟小鬼子拼牙口 比誰更狠 李先生 您出事的時候 縣城跑出去好多人 咱要不要抓幾個 出頭的人回來 游街示众 警示百姓 是 這些個刁民呢 一有風吹草動的 就開始造謠 唯恐天下不亂 是該好好治治 對呀 這也不能怪他們 怪我這頭上 扣了個屎盆子 臭 這一臭啊 爹娘也得嫌哪 老百姓要跑 咱也不攔著 但咱們這些公家人 一個都不許跑 老百姓平日養著咱們 就是讓咱們這個時候 給他們做事 吃了別人的飯 不幹活 那別人還不如養一條狗呢 對吧 李先生說得對 咱們要是跑了 老百姓會戳著 咱們的脊梁骨 罵咱們是白眼狼 好 到時候 咱們真的抬不起頭來了 留不住自己婆娘的男人 那是窩囊廢 留不住百姓的政府 那就是一間茅房 只要咱們齐心協力 讓老百姓還有盼頭 讓他們覺得日子是太平的 總有一天 他們會回來的 好 高高 進 報告你先生 是牛站的債主馬旺德 前來求見 他來幹什麼呀 說是來慰問您 咱們的財主來了 會開到這兒 咱會吧 劉科長 你留一下 咱們倆商量一下 服務金的事情 馬達當家的 讓您久等了 來來來 裏面請 李縣長 馬某向您賠罪 您看您說的 您哪兒有什麼罪呀 您還給我帶了 這麼一厚禮來 我才是受之有虧呀 要不是馬某眼拙啊 把我們 是牛寨的大恩人給綁了 鬼子也不會把您抓住 馬某差一點成了 五四縣百姓的大罪人哪 這事不能怪您 要怪也只能怪鬼子 是他們把大粪往我身上潑 您是既惡如仇 可敬可佩呀 馬師伯 如果咱們全縣的老百姓 都像您一樣眼裡 容不得沙子的話 咱們現在抗日力量 早就擰成一股繩了 小鬼子是絕對不會打進來的 同仇敵開保我家鄉 馬某一不容辭啊 李縣長 您為石牛寨出了狼災 馬某信守承諾 這裡面 有您的賞欠五百大洋 李縣長 此外 馬某再贈送五百大洋 算是本縣保安團的軍費 請您笑納 馬大當家的 您這真是雪中送泰啊 我先替保安團的弟兄們 謝謝你 再替我們全縣老百姓 謝謝你 客氣了 李縣長 有這麼大的事 昨天哪 我們寨子和周圍的幾個村子 發現日本飛機上 扔下幾個大包 打開一看啊 裡面都是白滑滑的大米 百姓們爭著我們加班呢 馬師伯 那您確定您看到的 是從日本人飛機上 扔下來的大米嗎 沒錯 百姓們看得真真切切 這些大米可不能隨便吃 萬一中毒呢 已經有人吃了 他們先餵了雞 雞沒事 就吃了 我李三槍是不相信 天上掉餡餅這種事 李縣長 有沒有可能是 日本人的飛機出了故障 他們把大米扔下來的 不好說 馬大當家的 回去之後你馬上派人 去封存那些大米 任何人都不許再吃了 就說是我的命令 一定照辦 賀局長 我已經統計過了 一共是二十九名撞定 絕大部分都是本先人士 你算一算 大概需要多少扶序金 暫時財政困難 每個地方的扶序金標準 也都不一樣 按照咱們縣的慣例 每個士兵是兩百大樣 這樣算下來 就是四千多塊 這還不包括 每年給遺書的扶序金 那就先把一次扶序金 罷了再說吧 賀局長 別說是四千塊了 就是四百塊 咱們縣政府也拿不出來啊 那就找線上那些大副界 等省上撥了款子 再還給他們 上回讓孟小姐那麼一鬧啊 現在滿县城的人都知道 咱們縣政府欠賬不還 誰還肯借啊 再說 這些壯丁也沒服兵役 估計省理也不會撥這筆款子 這錢省理不給我來給 李院長 你哪兒來那麼多錢 省理不是給我發了三千塊錢獎金嗎 我把這筆錢拿出來不就完了嗎 這哪兒行啊 您受了那麼大的委屈 這是省理給您的獎勵 這撫序金 哪兒能用您的錢哪 是李先生 撫序金的事 咱們再想想別的辦法 別的事都可以再想辦法 撫序金的事不能等 因為這是撫序金 那些壯丁都是每個家裡邊的勞動力 他們一走這家裡已經垮了半邊天了 如果這錢我們再拖著 我們還是人嗎 那這樣吧 我趙老謝以縣政府的名義 打一張欠條 就當是借您的 打什麼欠條啊 我的命都是那些壯丁舊的 他們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 我給自己父母錢 再讓他們打一欠條 我是畜生嗎 李先生真是重情重義啊 那就照您的意思吧 今天石牛寨的馬大當家的 還給了我一千塊錢大洋 這筆錢就算在裡面 算一算現在還缺多少 兩千多塊吧 侯局長 你不是封了慈恩堂嗎 賬上有多少錢啊 那個錢之前 已經給錦背隊鎮王的兄弟們 發過一次抚恤金了 聽老謝說 還有兩千塊 同掌櫃的案子在沒有定性之前 這筆錢先拿來當抚恤金 不夠了咱們再想辦法 發一告示出去 讓那些壯丁的家裡人 都來領抚恤金 還有欠孟小姐那筆錢 也一塊兒還上 欠多久了該還了 業長 這個抚恤金啊 她確實不能拖 但是孟小姐那個錢 我覺得 這個拖一拖也不要緊 再說了她之前在大街上 敗壞您的名稱 是該給她一個教訓了 我覺得再拖個一年半載的 這都算是便宜她的了 是啊 要照我說 她辱罵縣長 沒把她抓起來致罪就不錯了 還還什麼錢啊 有錢不還 咱們縣政府是無賴 再說了 沒有孟小姐跟孟小姐的拼死搭救 我能回得來嗎 做人不能忘恩負義了 李縣長 進 坐 你找我什麼事兒 我是來感謝孟小姐 對我的救命之恩的 謝什麼呀 坑是日本人挖的 梯子是孔秘書放下去的 我不過就是搭把手拉你一把 您要不拉我那一把 我的命可就割那兒了 對了 還有一個事兒 謝謝您的錢 今天終於還上了 不說 縣政府沒錢嗎 縣政府是沒錢 省力不是給我發了三千塊獎金嗎 這個錢是從那些大洋裡面織出來的 我知道 其實這錢不該向您要 可我那會兒也實在沒辦法 你說 我做了這麼多對不起你的事兒 你還老惦記著我這錢 我心裡挺貴不去的 別別別 孟小姐千萬別這麼說 我是縣長 縣政府欠您的錢 您向我討這是應該的 如果說您實在要怪 您就怪小鬼子 要不是小鬼子 這錢 早就給您還上了 我最佩服就是李縣長你這樣 敢做敢為 有責任 有擔當的男人 我這不是開玩笑 我是真心的 說起來 我挺羨慕 李太太的 能嫁一個 李縣長這樣的好男人 孟小姐您這麼漂亮 這麼有才氣 有一天肯定也會找一個好男人的 但願吧 但願吧 但願 真能找找一個 成 這銀票還上了 那咱就 良青 互不相親 互不相親 爹 今天馬是伯格里縣長 送了一千塊錢的仙大洋 嗯 我知道 他來過了 跟我說了 馬世伯那腦子是被驢踢了 給李三槍錢 他有錢燒的 你怎麼能這麼說馬世伯呢 那筆錢 是給保安團當軍費的 是馬世伯一片全權抗日之心 少給我唱糕點 你給家裡添的麻煩少啊 我怎麼給家裡添麻煩了 不想跟你這種沒有覺悟的男人說話 看看人的李縣長 把政府獎勵給他個人的錢頭 拿出來捐了 這才是真爺們 你少李縣長李縣長的 別在家裡跟我提的 聽著凡案 怎麼了 聽我說他比你強 你不樂意了是嗎 他哪兒比我好啊 哪兒都比你強 行了行了 姐妹兒揍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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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那是你妹妹跟她吵架 你贏了你多有臉的 秀兒 爹不扣 爹捐了 這警備隊的軍饗 爹可沒少捐啊 爹 可是這次李縣長 給那些壯丁的撫恤金 還差了那麼一點兒 你能不能再捐一次 不行 你當家裡是銀行啊 我也沒有你的錢 我們爹要錢 這現在不是日本人 鬧得很兇嗎 這生意不好做 我手裡沒有閒錢 你等著 等將來生意好了的 爹 就是因為現在日本人鬧得兇 我們才得支持抗日 不然的話家都保不住了 保什麼錢袋子 你們不是有人叫李縣長嗎 他是大救星啊 你們呀 把他當活菩薩供著 他就保佑武則縣城了 對呀 你把他供起來 就什麼都有了 趕緊去趕緊去供著去啊 我忘了來世的方向 忘了走的路有多長 是否跟著完整的河流 是否跟著完整的河流 就能找到漂泊的海洋 我記得你笑的模樣 記得你沉默的悲傷 記得你沉默的悲傷 是否追著病患的雲朵 就能找到遺忘的時光 我愛你 連你和你怨你我都不曾想 我下一年女流雨寻你 就如夢一場 你走過的地方 回憶在成長 回憶在成長 蒸成一棵樹 在我心上 我愛你 恋你恨你 願你是愛 在流浪 我想你 念你 留你 許你我愛 太迷茫 我來過 來過的地方 回憶是夕陽 只是分岔路靠 有你的花香 我來過 來過的地方 回憶是夕陽 只是分岔路靠 有你的花香 回憶是夕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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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憶是夕陽